您好,歡迎參加亞人藝術工作室相關的課程 這邊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線上課程、素描課程的部分 首先我們會看到這個環境的介面是FB的私密社團的一個環境 我們會將相關示範的影片放在私密的社團 只要您加入這個課程之後,工作人員就會把您引導進入到私密社團 通常這個吧頭上面放的就是這一期我們八週總共是八堂課的時間要來練習的四個單元 通常進來以後會先看到就是我們畫面裡面會把這一期的所有畫稿會放在上面 提供大家能夠點選進去 像這樣子,點選進去之後呢 你按右鍵,然後可以下載下來 下載以後你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方便你在家裡自主學習的時候可以使用 所以這邊都會有這些圖檔 我們關一下 再來呢,當大家進入到這個社群之後呢 要請大家把這個 這個扭標滑到最下面 因為我們的課程的錄製呢 上傳的順序會是先從上面 先上傳的會在最下面 所以可能我們可以把它移到最下面來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最下面的時候第一張圖是這個 戴珍珠耳環項鍊的這個女孩 那課程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戴珍珠項鍊 來,珍珠耳環的上面 通常我們這個課程在進行的時候呢 時間都大概會抓在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然後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講解 像這個階段就是在帶著同學如何去觀察 我今天要畫的對象 然後他怎麼樣去掌握他的造型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觀看 例如說是看他的結構啊 還是看他的光影 還是怎麼把它幾何化 或者是怎麼樣掌握他的比例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畫面裡面看到這樣的一個講解 對,那這些部分呢 其實如果沒有經驗的同學不用擔心 因為他可以重複的觀看 直到你理解為止 那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也歡迎直接在每一段的影片的下方 這個留言的地方呢 可以留下你的問題 然後如果看到的話 就會在下一次上傳影片的時候呢 錄製影片回答大家的共同的問題 那我們也會看到這個影片的上面 就會有寫這個課程的進度 例如說1-1-2 就是第一個單元的第一週的第二個影片 所以就會往上面看 所以會一步一步的帶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每一個影片都大概 像這個影片是11分鐘 然後我們會示範到哪一個階段 會把它很清楚的講解 那也會配合這個攝影的技術呢 去做這個黑白跟彩色的交換 讓你理解我是如何觀看對象的 再來就是我們會把每一個單元的步驟呢 都會把它這個上面講解的部分的這個講義呢 把它結局下來 讓大家可以照這個步驟去觀察 那所以可以看在這個步驟的部分 如果可以把它影印出來更好 它就像是一本小畫冊一樣 然後你可以再搭配影音的重複閱讀 聽這個影片的講解就會越來越清楚 所以你看我們大概都每10-15分鐘 或者15-20分鐘看難易度 那來進行 所以基本上用這樣的方式呢 學習上的交流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以上呢大概是針對我們線上課程的一個 初步的介紹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歡迎再留言 可以再做仔細的回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 從影片裡面可以看到這個 一段一段其實都很清楚 一段一段都很清楚 然後也會講解的非常仔細 那像這個部分就進到另外一個 下一個單元 一樣我們每一次每一個單元 都會仔細的從一開始的搭稿 一直到後面的細節的完成 然後會講解怎麼掌握這個大的比例 然後怎麼掌握光影 然後最後細節怎麼處理 然後包括 這個 有些地方如果是做比較長時間的描繪 會用縮時的方式 講同一個概念 這樣子的話 同學可以這個 比較不會佔用太多時間 那希望各位呢 經由這個簡單的影片介紹 能夠有更清楚 我們線上課程進行的模式 好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